欢迎来到阿红说故事频道 按赞显得你大方 订阅获得你支持 分享乃是你无私 黄昏 屋檐下有一只小蜘蛛正经心的支着网 这是它离开妈妈独自编的第一张补充网了 一会儿功夫 一张网编织成功了 小蜘蛛扒在网中央 呼呼悠悠 兴奋得不得了 谁知好景不长 一只麻雀飞来 不编不已 一下把网给撞了个稀巴烂 小蜘蛛心痛死了 没办法 只好重新拉丝结网 它知呀知呀 不久一张比前一张更坚固 更美观的网又完成了 真是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正当小蜘蛛庆祝胜胜利的时候 突然刮来一阵旋风 瞬间把网刮得无影无踪 这回小蜘蛛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它浮在船头上 失声地大哭起来 小蜘蛛的哭声 深惊动了这里的老住户 一只年迈的蜘蛛奶奶 她问名原委 擦干小蜘蛛脸上的泪水 语中心长地说 孩子 这点磨难算什么呀 哪一只蜘蛛的网不破上几百次呢 正因为有了那几百次失败的教训 我们才获得了当之无愧的纺织专家的桂冠 孩子 正坐起来 从头开始吧 小蜘蛛呢 你知道的 它一直在支着往那房前屋后 总有它的作品在展出里 各位观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面对困难要永不放弃 本期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观赏